俄羅斯進一步派兵進駐烏克蘭東部 聯合國安理會緊急撞開會議 美國駐聯合國代表抨擊普丁以為何為由的做法是一派胡言 並且再度警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會帶來的後果 英國常駐聯合國代表伍德沃德也呼籲對俄羅斯實施新的制裁 同為常任理事國的中共代表僅做了簡短發言 呼籲各方保持克制 不過諷刺的是目前擔任安理會輪值主席國的 就是引起分端的俄羅斯 俄羅斯常駐聯合國代表捏鞭甲替俄方的行為做出辯解 並指責西方國家向烏克蘭提供武器 對此烏克蘭駐聯合國大使也回應警告 如果國際社會不反對莫斯科的行為 俄國會瞄準更多國家 並把俄羅斯比擬為病毒 在聯合國散播危害 聯合國秘書長古雷斯特在中一發布聲明 對此事表示非常關注 認為俄羅斯的決定侵犯了烏克蘭的領土完整和主權 不符合聯合國憲章的原則 呼籲根據安理會第2202號決議批准的明斯克協議 和平解決烏克蘭東部衝突 新唐雅臺電視唐捷安整理報道